妈妈,我要听好文章 小碧虎借尾巴 小碧虎在墙角捉蚊子,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 小碧虎一震,震断尾巴逃走了 没有尾巴多难看呢,小碧虎想 向谁去借一条尾巴呢? 小碧虎爬呀爬,爬到小河边 它看见小鱼咬着尾巴,在河里游来游去 小碧虎说,小鱼姐姐,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? 小鱼说,不行啊,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小碧虎爬呀爬,爬到大树上 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,在树下吃草 小碧虎说,牛伯伯,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? 老牛说,不行啊,我要用尾巴赶银子呢 小碧虎爬呀爬,爬到房檐下 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,在空中飞来飞去 小碧虎说,燕子阿姨,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? 燕子说,不行啊,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 小碧虎借不到尾巴,心里很难过 它爬呀爬,爬回家里找妈妈 小碧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 妈妈笑着说,傻孩子,你转过身子看看 小碧虎转身一看,高兴地叫了起来 我长出一条心尾巴了 一条心尾巴 我长出一张